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到底该支持哪一方 可以这么说的 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领土在最早是属于以色列的 由于犹太人的种种原因分散到了世界各地 自然而然自己的家园也没有了 被巴勒斯坦人占去了以色列在1948年 5月14日建国以后 经过大小不同的五次中东战争 把属于自己的土地抢回来 由于中东一些国家的信仰不同几乎如同一盘散沙 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小 而且建国时间短 这个国家的凝聚力是任何一个国家有不了的 可以看一下以色列建国之前的一些举动 几乎被希特勒屠杀灭过 又能重新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国家 这是他们的信仰 目前哈马斯故意挑起战争 无疑是自寻死路 因为以色列的做法虽然很 但是有人性可以说巴勒斯坦人 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帮助 他们可能连衣服都穿不上 说直接一点 以色列是主人巴勒斯坦人是打工的 这次哈马斯挑起战争 以色列不会简单收手的 背后又有美国支持 最好的办法就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和平的判断 双方都好过毕竟巴勒斯坦人这么多年一事无常 就算给你再多的东西也没有那个能力 对此大家怎么看